而此时浓雾大作,萨蒂渐渐与老师走散 师婆看到弗利多在天上以乌云画出了实体 他睁开了眼,伸手拿起三叉戟 因为马上就有人需要他的保护了 这个人正是萨蒂 阿修罗们认为生主要在大会上密谋对付他们 所以弗利多被命令掠走生主的掌上明珠萨蒂 萨蒂到处寻找摩德尼基也不见人影 自己越走越远 在一处荒原上,只见一阵龙卷风朝他袭来 萨蒂慌忙躲避 眼看要被风卷走时,一根三叉戟定在他身后 龙卷风散去,师婆手起武器出现在他眼前 萨蒂突然顾不上害怕 只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 他竟朝着师婆走去 双目直勾勾地盯着他 但师婆却没工夫和他对视 突然将他一把拉到了身后 原来风魔化的弗利多已经逼近了 但由于师婆的保护 他从各种方向都不能伤害到萨蒂 萨蒂完全没有一丝担忧 只是望着眼前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又一把抓住他的左臂 将他挡在了身后 原来弗利多释放了大招 只见万剑齐发朝着二人飞射过来 师婆轻轻抬起左手便将这一招化解了 弗利多不服准备再来一次 萨蒂的小手也不服 趁机摸摸大天这结实的臂膀 完全注意不到万剑又飞来 大天这次举起了三叉戟 而弗利多吓得收了神通 立刻顿地逃窜了 面对眼前这个健壮伟岸又充满野性的男子 萨蒂的目光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 哪还顾得上是弗利多还是弗利多 反正这次都多 等摩德尼基找到萨蒂时 师婆早已原地消失了 他赶紧抱住萨蒂 以为他被吓坏了 岂不知萨蒂心情愉悦 笑容都已经藏不住 他们刚办完事一回到家 就看到大家已经在院中焦急地等待很久了 萨蒂立刻叮嘱摩老师 切勿将刚才的事说出去 以免徒增担忧 别忘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